大家好,我是16号参赛者 什么样的动物能在海拔平均4000公尺上的高地生存 什么样的动物拥有像牦牛般的体格 狮子似的头颅、花豹一样的曲线 身体的每寸肌肉都挂热出完美的轮廓 变成无穷的力量 它叫生藏牢 藏地密码是一本由普天出版和马尊重的长篇小说 《照片的秘密》这个篇章 让我不由此处沉浸书中的故事情节 关于藏牢紫棋林特别的描绘 让对这神秘氛围的笼罩下的藏牢充满想象 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查阅相关资料 发现藏牢是一种凶猛的群种 生长在高院上 因为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性和具攻击性 是刺激的工作犬和部位犬 所以蓝类饲养它对付助亲者 但它们服从心低不容易去服 所以饲养不易 加上九宝一熬的残酷出身 能存活下来的熬犬都具有极度顽强的生命力 书中将熬度及保护者阿旺 知道死亡的忠诚表现 让我感动不已 当地密码以西藏文化为背景 涉及西藏青年秘识 藏从国教 历史离爱 以及世界上众多著名的文化遗迹 讲述的男主人 总部抢巴会追查藏王子西林的下落 却在命运的安排下 解释为帮生死之交 并在他们的帮助下 呼召帕班神庙的故事 为了追寻藏从国教 千年隐秘历史 为了争夺国家圣物珍宝 各方人马在喜马拉雅山脉秘境展开 阴险万万的劲竹与搏斗 他发了什么样的真相 你究竟是什么 现象究竟还能来上这多少世人未知的秘密 如果你的好奇心已经沉沉运动 经历翻阅藏地密码 相信你跟他和我一样 打开就爱不释手 谢谢大家